自领域局势骤然升级以来,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。 外交部同交通运输部、民航局及驻黎巴嫩、塞浦路斯等使馆密切协作、昼夜奋战, 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,迅速开展转移撤离行动。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,我们已经安排两批次共215位中国公民, 分别搭乘轮船和包机,从黎巴嫩安全撤离, 其中包括三位香港居民和一位台湾同胞。 在此,我们向积极支持参与转移撤离行动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、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、浙江明波众蒙航连公司表示感谢。 当前离异局势仍然复杂严峻,中国驻黎巴嫩使馆仍在坚守, 将继续指导协助少量留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采取安全措施, 保护自身安全。